妈 你还真敢把童童一个人丢家里啊 我们用月嫂了 就您请那临时保姆 您调查过她的背景吗 您又敢把孩子丢给她 那个保姆一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也完全没有责任性 随便就把孩子给丢下了 也幸亏萧嫣发现得及时 能把童童给送到医院来 童童生病的时候 她父亲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不是 我的情况您还不清楚吗 你什么情况 你的情况就是旧游自取 你以为丹青妈妈这么容易做啊 娇蕊一个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 你知道吗 谁把她逼到这个份上啊 你还来指责我们 你没有资格 那陈娇蕊现在人在哪儿呢 她怎么还不来医院啊 在哪儿呢 在 在路上呢 干什么啊 哪那么说 走了来就来了 真是 陈院长 我想我应该说几句公道话啊 莫铭作为父亲 作为医生 他都尽心尽责 无口厚非 现在童童生病 有他陪在身边 你们不也少些担心受怕吗 小经理 那个 谢谢啊 你把我这个 外孙女及时地送到医院里边 但是我们家的事情呢 你还是少掺和 我才不想掺和你们家的事呢 我只希望陈娇蕊 他能够做到公司兼顾 别影响别人的生活 quina wabu 有你 你赶快走吧 我 我 你 有什么事吗 我要去哪啊 你没遵守法院的判决的话 老院已经终止你的探视权了 这 你们怎么知道的 你的前妻报警 走吧 警察同志 我女儿她现在还发着高烧在里边躺着呢 她作为母亲她不来照顾 我来照顾孩子她还 她还抱紧黏我 不是 她这人还有点理智吗 她要一定点关心孩子吗 这可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 你帮我弄明你干吗 你孤说八道有什么意思啊你 我告诉你 造谣 污蔑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污蔑谁了 那陈娇蕊她现在人在哪呢 那我刚才不说得很清楚吗 在路上 早安慧 别吵吵 这里是医院 总之 老师 你也赶快离开 行 我马上就离开 那能让我再看一眼女儿吗 可以 这位女士 老师 你跟孩子的父亲 什么关系 我是孩子母亲的同事 邻居 是我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来的 你这是 站住 站住 别跑 别跑 快 疼不疼 别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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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东 爸爸不会离开你的 爸爸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你先把孩子放下 有话好好说 别过来 让你离开医院 又不是让你跟孩子生离死别 你说你折腾个啥 她凭什么报警啊 我女儿生病了 我凭什么不能来看呢 她有没有人性啊 莫铭 你抽什么疯啊 童童还发着烧呢 童童 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对不起你 把童童给我 把童童给我 来 赶快走吧 进 进警察同志 她 她不是坏人 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